大家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面前的这一株剑蓝小国魂 又叫怡虹双胶 它给我的整体的感觉就是充满了正能量 用我的一位男友的评价来说就是 业力含正气风姿意高雅 首先呢看一下它的花 是这种非常亮眼的这种绿色的花瓣 然后在它的唇瓣和两个捧瓣上呢 有着非常非常鲜艳的这种红色 鼻半呢又呈现一种温暖的鹅黄色 非常积极向上的感觉 又觉得非常的素雅干净 叶子呢挺拔而流畅 这种绿色非常的好看 感觉就是那种 我觉得就是那种苍松脆白的那种厚重的绿 生命力非常的旺盛 我是今年六月的时候呢才拿到这一株剑蓝的 当时也是裸根寄过来 然后我就把它种在了这个桃栗半水培的这个盆里 这个桶呢就是一个汤桶 底下呢全制桃栗 然后表层炉头这部分 我盖了一些水苔 我一直放在后院树荫下进行养护的 然后大概一个礼拜呢浇两到十三次透水 然后每天早晚呢会对它进行喷雾 它长得非常的旺 你看它现在已经有多少个芽了 大概长了三到四个新芽吧 这里还有一个新芽在发展当中 小国魂呢是一株非常完美的花 我之前说过我觉得复山起底是一株完美无缺点的花 那么我觉得小国魂当之无愧 是第二株没有缺点的花了 它的香味是那种非常优雅的香味 丝毫不觉得吸人 现在我离它很近呢 其实并不觉得它有非常的突出的香味 但是在我的书桌四周 两到三平方米的范围之内 都是非常亲人心脾的香味 这是它的妙处所在 就是对你没有任何的压迫感 你觉得非常的舒适 但是它真的三百六十度 它的花都看上去非常漂亮 这个叶姿的挺拔与潇洒 真的是和这个花在一起呢 完美的搭配 从用肥方面呢 我就是在这个水苔底下 给它撒了一些那个缓式肥 别的就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要有一株 夏秋季节开花的兰花 那么无疑小国魂是最佳之选 而且它的价格上也是非常的清明的 当然就像别的剑蓝一样 它每年都可以多次来花 我想用我的那位蓝友的评价 来结束这个视频吧 风姿既高雅 毅力含正气 我觉得用来形容小国魂 真的是太贴切了 如果你喜欢这株兰花呢 你不妨买一株来试一下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